我是那個西林國小政府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學校是這個花蓮縣 這個能源科技的這個重點小學 那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能源科技跟創意的一些分享 好 那能源它不是一個體制內的一個教育 那為什麼我們要去推它 好 這個應該我們花蓮人應該很有打注喔 這個就是今年2月的時候地震 這個大樓倒塌 這個是前陣子在密尼的一個校的事件 那從這兩個畫面我們開始來思考 為什麼這一陣子在地球跟我的團體上會有這麼多的天災 那這個梅基颱風也是這個之前重創日本 造成的這個大雨 那其實喔 在這一些天災的背後都有一個原因 就是我們人類過多的去消耗掉地球的資源 那可能像現在我們國內最夯的一個議題 就是我們現在店不夠用 那因為有一些政客他們對我們這個人員有一些比較刻板的印象 覺得核能不好 所以呢 他要使用核能 就把核四給停掉了 那可是現在電真的不夠用 就把核二場 已經來到族裔的核二場 繼續再給他運作 那發現電還是不夠用 這個容量不太夠 一開始就想說 那我們就用煤炭天然氣來發電 可是相對的就會對地球產生很大的一個傷害 因為用煤來發電 會產生一些空氣汙染的資效率 那目前喔 國內最夯的一個議題就是天然氣 那為了要讓天然氣擴散 所以呢 就有一個這個好像 前年的防礁有可能要消失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學校想要推 能源教育的一個議題 就是我們想要給孩子一個概念 要拯救地球 那能源這個東西呢 他蠻生硬的喔 這個 你跟孩子講的能源是什麼 其實他很抽象 不容易懂 所以我們就通過一些科技的一個方式 讓孩子呢 比較容易摸摸到 也理解說 能源它是一種的概念 能源教育是一個怎麼樣的一個概念 那 很喜歡那個 吳彥珍導演講的一個狀況 可能說 我們現在在這個 吳彥珍導演講的 現代人 看到其實我們都很喜歡一些 比較三情的畫面 三情的語言 所以呢 如果就配上一些文字 音樂 往往可以感動一些人 而這是一個好的一個 開始 那我們就跟孩子講說 吳彥珍導演 你要一個正確的態度 就是我們怎麼樣 讓這些有限的資源 要公共都會消滅掉 或是他可以讓他用的更多 吳彥珍導演 那我們和一個孩子講 什麼是能源 還是他其實 對能源的這種 特別的概念 那我們就透過一些 學校的一些設備 那孩子開始去體驗到說 能源是什麼 對能源 他有一點概念 哪些收集能源 哪些是一級能源 好 那這個是 前幾年的這個一個影片 那美人 那 蠻好看的 他這樣講 他說 在這個 世界上 所有的能源 我們都只是暫時借用 他總是有盤回去的一天 你知道 有一天 我們要把這個能源給盤回去 這個 星球才會永續 所以呢 那美人他這樣講 那 有一天 能源我們把它換回去 那 佛家講這個 因果循環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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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把這個 剩造到最後輸出 我們10個棒能源只剩下9.5個單位 有這樣的一個比例 孩子開始就會想想到說 喔 原來差距這麼大 我今天想要有一度的電 我今天想要發一度的電 我可能要耗80倍的代價 才有辦法產生 那孩子可能就會有一些感覺說 那我可能是不是這次的東西取得鼓勵王好愛惜他 那一顆電池 製造一顆電池 我們一個三號的電池 我們通常使用它大概多半就沒電了 但是製造它所花費的電力 往往需要兩千倍 我做一顆電池我只能用半小時 可是我要有兩千倍的能源 才可以把它做出來 所以我們就想說 我們是不是讓這個能源的轉換效率比較少 他們的效率提高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科學校教育 剛剛那一個圖 對孩子來講 他可能不容易懂 那我們跟孩子講說 當然那個轉換的圖 如果說程序越少 他的效率就會越高 那開始有一點概念 大臣再回家 恭喜 好 那 有概念這要怎麼做呢 就要發揮想像力 發揮創意 那創意怎麼做 剛剛有人講 前一個講者 這個 文森老師是這樣子說的 你看 熱騰騰的 他說呢 你要學創意 不要太難 對不對 所以呢 三個步驟 就像開燈一樣 一個學老師要通過三個步驟 不要教給孩子 也不要教給老師 所以我們特化簡單創意 那文森在三個選舉所講的 大概都是這樣的概念 那我們在學校推薦能源概念 人教育大概都是以這樣的概念 學校都有教史未群 也有教麥克風 把這兩個合起來 孩子他自然可以發展出 很棒很棒的創意 那我們等一下要做一個小小的舉例 如果說各位夥伴 你們剛剛有逛一下掌攤 你會在我西地國小看到一個 拳擊的一個體驗 這個是昨天這個記者來採訪 孩子正在玩這個遊戲 那他本身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概念 然後這邊demo給大家看一下 他本身是透過一個 microbeat的一個sensor 他當接收器 然後呢用另外一個 那這個我這個是 光劍 就是另外一個遊戲 那剛剛因為準備上 有一點來不及 所以我就把它拿來用 大家就有些模擬一樣 我們在攤位是用手套 光劍在揮動的時候 好 好 當我揮動光劍 當我揮動光劍 拳頭就會跟著出拳 那這個程式是孩子寫出來的 那這個程式是孩子寫出來的 他的概念他就是覺得說 老師我只要兩個microbeat 這個課程很簡單 那我也會寫switch 那今天呢我再把這個線拿掉 變成無線的 所以你知道他會看到 小朋友拿著手套 牽起手套在打 打這個這個 概念 那我現在用劍來模擬 你有沒有發現我揮動一次 他就出一次拳 那其實本身的概念很簡單 本身的程式嘛 就這兩行而已 他透過一個叫VDesigner的一個中介程式 他透過一個microbeat當成sever端 另外一個把它當成pline端 當我揮動這把劍的時候 他會再產生XYT的位影 那他就把這個訊號傳給另外一個板子 這個板子一接收到之後呢 就會去控制那個 Squitch的角色去做互動 欸孩子他 他有這樣的創意 我們就想說 那你為什麼會這樣子想 孩子說他的發想是來自於夜市遊戲 他們去那個 不是夜市遊戲 他們去那個遊樂場 玩那個丟球遊戲 有一個壞人跑過來 他們就丟球 丟丟丟 那個壞人就會死掉 他就跟我問說 老師我某可能呢 我丟球然後可以做出同樣的東西 我說那可能需要一個觸碰面板 有點困難 那你要不要換一種方式 然後他就說 那我可不可以呢 不要有限 可是我可以控制他 那我們當老師的就是 就是呢 跟孩子講說 我們把你這段克服掉 那現在電量 你看 你看我把它拔走 這個因為 電力不太夠 如果說他有電的狀況下 你這揮動的時候 他是感應的大 那就是如 那個文聖剛才講的 兩個很簡單的東西 麥可幣對孩子來講 很容易學 然後 然後Switch在花蓮縣 我們已經推了六七年 對孩子來講 也很簡單 兩個很簡單的東西把它結合起來 加上孩子的創意 就是一個很棒的作品 那我們當老師做引導就是這樣 我們在學校推能源教育 就是把一些比較生意的東西呢 透過一些比較簡單的設備 帶給孩子 然後呢 讓孩子懂這個概念 讓孩子看到這個現象 然後呢 把他創意化 昨天那個記者問我說 欸 這個好像可以做體適能 沒錯 我們學孩子發展這個 當初我們是想要做體適能的一個消耗 所以 我們是把它當成任天堂的下一代 就是 現在任天堂有一個體感遊戲 我們要透過麥可幣 我們要透過麥可幣 所以你孩子都把它發展出啦 那 這個 剛剛像文聖所講的 你 不需要很深的技術 也不需要學很難的東西 把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東西串起來 透過你的創意發想 就可以做出一個很棒的一個 產品跟一個遊戲出啦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分享 謝謝 謝謝 接住啊